核灾事件发生之后 第一个宣布要全面废止核能的国家 就是德国 德国目前为止有23%的电力来自于核能 一旦全面废核之后 这23%的电力缺口该从哪里来呢 现在德国就面临了一些能源的挑战 我们先透过地图来看看 现在整个德国的核能 17座核能当中呢 已经废除了8座 现在只剩下9座核能电厂 要面临的考验就包含了 第一个德国本来是一个电能输出的国家 现在核电厂关闭了 电能必须得进口向邻国来买电才够使用 其次如果要发展替代能源 势必不管在风力太阳能水力方面 都会有一些环境的破坏 因此再生能源也面临供应不足的问题 其次是德国如果想要北电南宋 距离这么长架设长长的电网 也可能造成一些环境的破坏 或者施工过程的污染 因此现在德国官方就希望 能够发展再生能源的同时 减少对德国在环境方面 所要付出的成本 我认为我们能够停止了 我认为我们能够停止了 从我们随机的街坊来看呢 其实德国民众的环保意识真的很强 不过从每年的十月开始 德国的天气就已经转冷了 只要进入室内 一地就有暖气 暖气的高用力电量 也使得今年冬天 成为德国宣布废盒后 要面对的第一个挑战 所以德国政府以价质量 电价居欧洲之冠 根据德国能源游说组织 BDI的分析 德国电价至少要再上涨30% 这对从台湾来的餐饮业者 感受最深 包括洗手间 也都全部是节能灯 台湾差太多 在这边真的用电用水 所以你反而这个大的煎锅没有用 因为量少的话就 量少 这个用电很少 很省 那个用电太惊人了 业者因为高电价改变一夜模式 一般民众则是直接把黄色的反核标语 贴在自家外墙 这位德国教授就拒绝使用核能 不用核电 他选择住在低耗能屋 用的电全来自再生能源 面对电力吃紧的现实 他展现了德国人不贪图方便 而是犧牲享受又以节流来克服的态度 德国政府宣布费核 第一个正面回应的德国企业 就是核电巨头西门子 他也是德国所有核电厂的建造商 西门子做出退出全球核电事业的决定 转而投入再生能源 要承担的最大风险 就是财务问题 而德国政府要面对的是 17座核电厂在福岛核灾后关闭了8座 从原本的电力输出国 变成电力进口国 因为是必连电网 电力缺口 就向邻国的法国和捷克的核电厂买电 四周国家转而输出核电 甚至为此要增设核电厂 的确 除了德国之外 比利时已经宣布要在2025年全面飞核 瑞士要在2034年成为无核国家 芬兰也决定不再盖新的核场 意大利公投否决了 政府要回头发展核能的政策 当然从核电过渡到再生能源的过程中 德国有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首先集中在南部的核电厂关闭之后 必须新建跨越南北的电网 将北部的风力发电往南送 不过因为有破坏环境之余 电网到现在还缺了4000公里 不过德国把挑战当作转机 注入大量的金钱和努力进行能源转换的准备工作 大幅增设的就是风力发电机 但风能有噪音还有破坏景观的问题 海里亭就是这六座风机的所有人之一 他们都是当地农民 自筹资金组成能源合作社 生产再生能源 虽然风机已经远离了住宅区 但他们还是愿意损失一些利益 让风机影响居民的生活品质 所有的改变都必须尽力挑战 但德国试着在转变的过程中 找出与居民和环境共生息的方法 让未来的电力永续且更安全 面对能源问题 德国人更懂得要节流 明天我们要前往汉挪威 这里的居民愿意花比较高的成本 来新建低碳牌的房子 让节能减碳化作实际行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